就在刚刚 奥维尔号不慎闯入了离子风暴 不仅飞船外表受损严重 击轮内部更是发生了爆炸 一名倒霉弹不幸被掉落的重物砸倒 其他船员使出了吃奶的静也搬不动 只好求助大力妹罗拉 罗拉胆到现场时飞船再次发生爆炸 望着眼前的熊熊大火 罗拉一时间失了神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又一块部件砸了下来 倒霉的宇航员当场领了盒饭 这件事让罗拉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他觉得如果不是自己精神恍惚 也许结局会完全不同 于是罗拉来到模拟是疯狂的发泄情绪 凯莉和医生过来安慰他 船员的死与他无关 因为在尸检报道中显示 船员被第一次砸中的时候 器官就已经衰竭 如果罗拉直接冲进去 很有可能会陪着船员一起死 但罗拉坚持责任在于自己 紧接着便向艾德申请辞职 罗拉表示自己没资格胜任安全主管一职 他当时完全可以单手一开隔板 结果因为害怕错过了营救的最佳时机 艾德语重心长地对罗拉说道 在过去的半年中 他的表现都很出色 不要因为一件小事就否定自己 如果他仍然觉得内心愧疚 建议去查一下怕火的原因 罗拉回去后就给父母打电话 父母说他小的时候家里发生过一场火灾 阴影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 找到怕火的原因后 罗拉准备回到岗位 突然在走廊的镜头看见一个小丑 正面目猙獰地盯着自己 罗拉还以为这是谁在恶作剧 下一秒 小丑竟直勾勾地冲了过来 还差点将罗拉撞到 罗拉追过去想给他点教训 结果才一个弯道 小丑就鬼魅般地消失了 随后罗拉再次向艾德申请辞职 说自己得了精神病 凯莉问他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罗拉便将小丑的事说了出来 艾德表示疯子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是疯子 大家还是先看看监控再说 没想到监控里果然冒出来一个小丑 可他到底是怎么凭空出现 又在众人眼皮子底下消失的呢 要知道此时的奥维尔号正处在太空之中 大家顿时觉得毛骨悚然 为了以防外衣 艾德命所有人把武器调成基因模式 分头去寻找小丑 罗拉和二夫来到仓库 里面乌漆摸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罗拉仔仔细细地搜寻每一个角落 真是怕啥来啥 小丑一把将罗拉扑倒在地 然后捡起罗拉的手枪 调成了击杀模式 但罗拉可不是面团捏的 很快就从小丑手里抢回手枪 并成功解决了它 这件事过后 艾德下令拉响黄色警报 全体人员进入战备状态 因为谁也不敢保证小丑有没有对了 离开剑桥后 凯莉不断地安慰罗拉 并约她晚点喝一杯 结果凯莉刚打开房门 就发生了抬头的命运 两人把这件事汇报给艾德 艾德认为这种违背了牛顿定律的事 根本不存在 或许是他们的大脑中了某种病毒 于是他们去找医生做检查 这时二副百图斯不请自来 他说自己在货舱看见一只鳄鱼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鳄鱼已经被他消灭了 接二连三发生的怪事 就连见多识广的医生也小刀了 屁 医生当即表示 会给每个人都做一下检查 结果罗拉刚躺在床上就被绑了起来 就在这时 朴护士刚巧走了进来 罗拉让她快点把自己放开 可没等她解开 就被医生从后面偷袭 医生来到罗拉面前 表示要想得到最准确的检查结果 最好的方法 就是从她的腹部抑制切到头部 医生的反常举动让罗拉意识到 她的大脑肯定是被细菌入侵了 这么荒唐的话居然说得出来 眼看手术是在必行 愤怒的罗拉直接挣脱加速 将医生重重地丢了出去 由于大家都找不到是哪里出了问题 只能暂时将医生关起来 艾德把大家叫到会议室商量对策 无标桌子上突然出现一只蜘蛛 接着密密麻麻的蜘蛛从四面八方爬了出来 众人赶紧逃出去寻找武器 可等他们回来后蜘蛛却又不见了 艾德发现所有怪事 都是在穿越离子风暴后发生的 现在只有在穿越一次风暴 才有可能变回正常 她命老黑把保护罩的能量调到最大 随时准备进入离子风暴 然而才刚丧会就出了问题 罗拉和戈登在舰船里巡逻 刚准备步入电梯 两人一番射击后怪物毫发无伤 由于戈登的腿做过手术 很快被怪物追上 罗拉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被吃掉 甩开怪物后罗拉赶紧通知其他人 然而等了半天却始终没有回忆 眼看舰船进入风暴中心 再不开启保护罩的话 奥威尔号会被撕得连扎都不上 罗拉急忙去寻找众人 终于在机房发现了工程师 然而工程师也不知道众人去了哪 罗拉为自己没有救下戈登打到自责 工程师劝他说当务之急要开启防护罩 不然外星生物随时可能会折返 此话一出罗拉突然察觉到异常 因为他只说戈登死了 并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工程师搞的不 工程师件事情败露便和罗拉撕打起来 他们一个是高等文明的人工智能 一个是拥有着超人血统的外星异类 两人打了半天难分胜负 此时飞船已经驶入了离子风暴 罗拉准备驾驶穿梭艇离开 不料工程师突然出现在前方 并在出口点燃了一道火墙 但这一次罗拉只是犹豫了短暂的几秒 很快便克服内心的恐惧 驾驶穿梭艇从火墙中冲了出去 伴随着奥维尔号被离子风暴完全摧火 罗拉的穿梭艇也突然消失 周围的场景瞬间变成了模拟式的模样 艾德他们说罗拉已经通过了测试 此时的罗拉是一脸猛逼 还质问大家为什么要这样做 工程师说这一切都是他自己要求 原来当初罗拉得知自己恐惧否验后 担心自己还有别的弱点 便让工程师制造了这一系列的恐怖场景 只是没想到工程师的动作这么快 罗拉当离开剑桥就开启了程序 他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直接进入了模拟状态 场景中出现的小丑 深渊 蜘蛛等等 实际上都是每个船员内心的恐惧 现在罗拉成功通过了模拟测试 完全有能力胜任舰船上的安保工作